今天小军带大家看一看近期俄乌最新消息 在2024年4月19日凌晨 根据有关新闻报道称 俄罗斯对乌克兰地涅博罗比德罗夫斯克州展开了进步 据消息证实 俄军这次袭击 估计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 还使用反航弧武器 对乌克兰进行了轰炸 此外在同一天 俄军使用三枚导弹袭击了 乌高级军官会议场所 造成数百人员上网 在4月20日 乌克兰也对俄罗斯展开了反击 具体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根据新闻报道称 俄罗斯在4月19日凌晨 对乌克兰地涅博罗比德罗夫斯克州 发的突然打击 在这次袭击中 俄军使用了自制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反航母武器 对地涅博罗比德罗夫斯克州 实施了猛烈的打击 导致乌克兰军方防御体系 几乎全面崩溃 据消息证实 俄军采用的反航母武器 是了苏联时期制造的 KH-22反舰导弹 并由图22立方米 一火超音速轰炸机携带 这次俄军袭击成功 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其实就是所使用的 图22一火轰炸机 这款轰炸机 是俄罗斯罗斯空军的 主力反航母战机 用由高速突防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 它还具备在极端条件下 执行任务的能力 其性能非常优异 第二点就是所使用的导弹 新闻中报道出两款导弹 一款是KH-22反舰导弹 另一款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是俄罗斯研发的一种 空射高超音速导弹 据称射程超过2000公里速度 能达到10马克 而且这款导弹 还可以在每个飞行阶段 进行规避动作 预防敌方拦截 从俄军这次使用的武器来看 是下了充足准备 而这也让乌军造成严重损失 从这次袭击来看 也给乌克兰进行了警示 那就是 自身的防空系统严重不足 虽然有西方国家的援助 但也不足以覆盖全部的战场 目前只能寻求西方的大力援助 这也是乌克兰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在同一天 俄军使用三枚导弹精准打击了 乌克兰高级官员会议地 切尔尼哥夫州一家酒店 导致酒店主体建筑几乎垮塌 而这个酒店中驻扎的 全是由各国前来乌克兰参战的外籍军团 这消息被报道出来后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根据有关人士透露 这次的袭击 代表这在战争环境下 即使在远离前线的安全地区 也难以保障足够的安全 对此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因为俄军准确得知准确消息 并实施打击的 有人猜测 可能是俄罗斯进行了间谍侦查 但也有人猜测 是因为乌克兰将外国军团 驻扎在城市酒店等民用建筑物 导致了信息曝光 才遭到俄军导弹的针对 对此并没有官方消息做出解答 乌克兰的反击 在4月20日亦有关消息后 乌克兰使用几十架远程攻击五人机 对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攻击 其目标主要是裂油厂和能源设施 这次袭击也造成了至少三个分电厂和一个油库飞机 而这些设施大多是用于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生产 这给了俄罗斯军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而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连业攻击 表示拦截了来袭的50架无人机 而其中26架在别尔哥罗德边境地区被摧毁 10架无人机在布梁斯克地区被拦截 2架无人机在图达地区被拦截 8架无人机在托尔斯克地区被拦截 以及在莫斯科等4个地区分别拦截一架无人机 有关人士也透露这次攻击 是对俄罗斯近期对于乌克兰袭击的反击可回应 他还表示 如今的乌克兰正在焦急地等待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而美国已经在星期六通过了95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法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也对美国众院通过法案表示感谢 同时泽连斯基也呼吁北约成员 加紧向弹药部署的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 用于应对俄罗斯的空中优势和地面攻击 同时也向西方再提供至少7套防空系统用于乌克兰的防空 北约秘书长早些时候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这其中就包括了防空武器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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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